鸿蒙系统4.0 小异智慧助手可以接入排骨大模型了 今天一分钟教会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打开手机的设置 然后点击 往上滑动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软件更新的状态 我们点击一下 确保我们的手机达到一个最新的4.0.0.112的一个版本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点击返回 然后找到华为这边会有一个会员中心 如果没有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就可以 我们点击 进入会员中心 在会员中心里边以后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体验官选项 我们点击体验官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点击用户调研 然后找到小异公测 点击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是第355期的一个 全新小异纵测体验官章目 当然这款纵测只是针对华为P60或者Mate60最新的一个机型 第一批纵测 当然如果我们属于其他机型的话可以等一下 等一段时间会发布第二批公测机型 如果是以上的机型的话大家可以往上滑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边会有一些介绍 然后的话报名时间是8月31号到9月15号 纵测是9月至10月 然后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点击报名 然后我们点击报名输入一些自己的手机信息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报名成功以后呢 如果能参与的话会给你通知 这样的话我们的小异就会更加的智能 可以接入盘古大模型去操作 好了本期视频放到这里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向推荐 我们下期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